好久沒來這裡 對 這很久沒來了 上高中都在補功課 家中很難念吧 家工也很難讀吧 是不好讀 但是我好像看到自己的未來 未來 對啊 怎麼剛剛聊 我想要穿新的頭路 把外面倒閃 還欠一點錢 出去外面走一走去看一看 出去外面看一看 你竟然連這個都想好了 是啊 你還記得老師跟我們說過 外面的世界很大 很精彩 只有自己去體會才知道 所以將來我想要出國的出土 是可以走一走 看這個世界 看別人的工程的世界 你呢 將來想要什麼 我沒想過 你喔 還是跟以前一樣 沒有想那麼多 我感覺 尊助當下的事情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活動 我都沒改變過 好 這麼久沒記憶 要是跟老婆一樣 真的一段落沒變 難道一點點的理想都沒有嗎 理想 想辦法照顧家人 讓大家的日子好過一點 這樣算不算理想 好啦 勉強算了 對啊 阿翔 阿翔 你看 我會不會設計的 啦 阿翔啦 哇 這個昏 filos很厲害 那當然啦 老師都說我很有天分 你 這樣嗎 是不是 然後你 很累喔 還好啦 別看我那麼瘦 我身體很好 我冬天還能洗冷水澡 你行嗎 好啦 我知道你是超人 但是超人你會累啊 反正自己小心一點啦 好啦 你放心啦 啊 所以大家問你 你不能沒什麼 你懂的嗎 所以現在就是隨便分支 隨便 也就是说 赛等赢 赛至此 很好 赛 赛 你怎麼會這樣 這都是你最愛吃的 大姐 阿翔 我給你一點困惱 都高中了 又沒大閃 就沒大了 來 來 中喔 老婆今天是太愛了 是交給到女朋友的喔 在那兒那麼聰明 過日子出來到三天 一定交到女朋友的 弟喔 人小鬼待 你是白色了 你那兒累了 你 替我錢去武衛菜回來加薩 那大閃 就這樣回來了 不用了 我有早把我回來了 我們也拿去燈火燒就回來了 收起來 要是去做事比較好 等我回到旁邊也要去做事 阿娃娃 你怎麼怕想繼續開車啊 我沒清楚離開離開離開 離開離開 離開離開 現在還沒差錢 除了若是一個人去賺錢 就不會乖乖這樣辛苦了 若不是你們 以前你們自己 我不可能太高中 以後我一定要好好報答你們 沙棕 康哥 我們都是每個人 說什麼報答不報答 阿翔 有時候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這麼厲害 如果將來你有成就 也是我們的公認 所以你也想那麼多 便宰致就好了 知道 我的身子一定很穩定 你真聰明 家裡也像你最老頭 所以阿翔 你一定要考到大學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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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專心了吧 我叫你幾樓聲 你都沒聽到 那塔豬當然要專心嗎 還是沒他們專心 不如去玩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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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喔 注意力集中 自然就聽不懂了 你真的很厲害耶 像我就沒辦法 你啊 沒參加我啊 那你要專心啦 所以說你才可以考慮第一名啊 你有什麼沒那麼認真啊 你很聰明 再打招呼一下 心情就很好啊 我對頭髮也沒興趣啊 那你就沒辦法了 不過你的分數也沒那麼難看 你只想要花很久的時間 在你的公口上頭 他就要比較認真耶 知道嗎 我知道 像我頭髮喔 連標點符號都要記喔 連標點符號都要記 那當然啊 這樣才能考一百啊 好 好 人緒之秋 豆號 七月寄望 豆號 書紙語康泛舟 由於刺斃之下 句號 清風許來 豆號 媽 你啊 要來這裡找看 你要找找資金嗎 我的腳還是去走頭髮 啊 喔 那早上外頭比較涼 去哥達一下一天 我不會去擱到 好啦 好 你不吃早餐嗎 這包包好燙 你早餐就要去好好 好 阿翔 阿翔 你怎麼這麼早 阿翔 我是要去學校跟董哥餐廳 好在學校比較安靜 跟誰說好 那陶室的後路比較高 你喔 那是跟以前同時一樣認真 沒辦法啊 既然算了陶古中 就一定要哭著大學 說得也是 我陶古中 七少爺有一個專長 不過你陶古中這樣就不能了 對啊 原廠裡面的狀況 不然說你還是數字 我都打不去 那有一個專長 在公費的學校 公費 做老師喔 也不一定啊 盡情老師有找到文法 給我陶古中 不要給我陶古中 也有說過了 像台海的專長比較多 不一定這也當做老師 你還有沒有帶便當啊 有啊 我有帶寶寶 就吃這個 哪有夠啦 當然也有夠 我感覺有寶寶餐吃就不錯了 你喔 大凡為了心情 他把心裡無害去 我陶古中 我陶古 陶古陶古 你辦到不是要打工 對啊 對啊 隨便 我自己的注意啦 他這個人喔 實在是 還要打工 耶 以前 還要打工 他打工 他打工 好 你喔 親手老火一樣 在寶寶 之後 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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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心 你有想好 要念什麼科系的嗎 我還沒想到 幾乎所有成績好的學生 都希望將來可以當醫生 你呢 是不是也這麼想 我只想念有工費的學校 其他的我沒有想太多 如果也是以經濟因素做考量的話 師大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其實我國中畢業的時候 有考上師尊 但是 我對大老師沒有什麼信心 可是 又要面對太多了 也沒有辦法 老師也不是一開始 就習慣站在講台上教課啊 不過教久了 就越能掌握學生的反應 也就習慣了 因為你很有經驗呢 像我這種 不太跟人打交道的人 很難跟學生打成一片 我知道 你的個性很內向 不過呢 再過幾年 你就要進社會了 總得學著和人相處吧 知道嗎 時間差不多了 你該回去準備上課了 好 謝謝老師 在學什麼 快高三了 同學都在討論以後要讀什麼科系 要不然我一天的學校都沒有了 上次你不是說過要讀公費學校嗎 要不然公費學校 把我就只科系糖都算了 呃 我對這種事沒什麼概念 沒有 我們去找黃老師啊 他一直很關心你 有什麼沒有去問他的想法呢 不要啦 我不想一直麻煩他 這有什麼麻煩呢 我相信黃老師一定會跟他 補過的一個人說給你聽的 快啦 走啦 好啦 我們現在去啦 好啦 你們兩個怎麼想到要來看老師啊 你們每次有事情想要請教老師 老師 不好意思啊 最近功課比較忙 所以 沒關係 老師不怪你們 我在想 你們最近應該也挺忙的 今天來找我有什麼事啊 你管說 老師 陳軍誠快升高三了 他們老師一直問他的志願 可是他喔 醫生 那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我唯一想到的 就是 如果我要繼續念 就要念公費的學校 你要記憶升學 反倒 你沒有考慮練大學嗎 當然想啊 可是想要那麼多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家裡的因素 我大哥我大姐很早出於工作了 甚至我大妹 也打算國中畢業就去工作 我是個當哥哥的 我明白你的想法 可是你們講過啊 或許你的家人 也希望你堅持下去 就是啊 如果我是你家人 一定也不希望你因為家裡的事情 而放心繼續念我 你大姐也這樣說 可是我這樣覺得 這段不公平啊 你姐姐都這麼說了 你在胡思亂想 才真的都是他們 你看 連國強都這麼說了 你應該一無反顧地堅持下去 你自己可想要念什麼 我想念公費學校 可是要念什麼科系 我還沒有想到 雖然還有一年 可是每次學校老師問我 我就覺得很困擾 那我之前的提議 念醫學系 我想念醫學系 可是 我只能填公費的陽明醫學院 你現在先不要考慮練什麼學校 最重要的是 你對行醫有沒有興趣 我沒有仔細想過 只是 以前帶我妹妹去看病的時候 我曾經想過 一個好的醫生 要為病人著想 有些病 對醫生來說只是小毛病 但對家屬來說 因為是自己的親人 看到他不舒服會心疼 但會覺得嚴重 所以我想 一個好的醫生 一定要為病人著想 如果我是醫生 我會做到的 很好 你能抱著這種想法 老師也覺得很開心 如果你將來行醫 你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醫生 看來 我支持你的醫生學 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老師 如果我不顧家裡的經濟狀況 只顧自己念書 會不會很自私 我知道 你很照顧你的家人 但是你沒想過 等你大學畢業之後 你會有更大的能力去照顧他們 如果你現在放心 將來會不會破壞 時間是無法倒甩的 你的選擇 影響的不是現在 而是你的未來 我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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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